花蓮市民運社區的美輪守望相助隊 獲得108年度全國推動社區治安工作 憑賤一般主甲等殊榮 這也是民運社區連續第二年獲得全國表揚 市長魏嘉賢27號上午特別前往社區來貼紅綁致賀 27號上午花蓮市長魏嘉賢前往民運社區福氣站 向里長里美晉級社區居民和守望相助隊員們致賀 並且貼上紅綁肯定美輪守望相助隊 再度獲得全國社區治安工作 憑賤一般主甲等的殊榮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花蓮線有四個尋守隊 唯一有四支獲得這樣的一個憑賤殊榮的 就是我們有四支隊伍 在花蓮市就是民運社區 我們再次也要感謝里長真的非常認真 除了是分隊長之外 也組織了非常多的一個 不論是長輩的一個關懷據點 那還有就是在晚夜間的尋守 那再來就是還有我們防災訓練 那整個面向裡面都非常感謝里長 那還有就是他們一次負責六個里的安全巡邏 那真的每一天每一夜 十四年來從不間斷 那再次要謝謝他們 協助警方 協助所有社區民眾的安全 讓我們住的安心 然後每一個家長都能夠放心 有他們真好 當民眾在睡覺的時候 那尋守隊員就已經是在尋羅美輪地區 那各位呢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以責任制 來把這個社區治安的工作完成 今年再度得到這個標竿社區 那很多夥伴們也都歡心鼓舞的 只會繼續在為這個社區治安呢 再繼續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時間奉獻 每輪守望相助隊目前總共有50名隊員 每天輪流巡守 他們的白天時間除了照顧福氣站銀髮長者外 還會協助學區的交通安全導戶 晚上更是分區負責六個里的夜間巡守 隊員們致力於社區安全防護的熱誠 他們也表示未來會持續努力 奉獻更多的時間在每輪 記者 徐立晴 花蓮市報導